就是杜丽萍她的证词很重要 那么了解杜丽萍从事餐饮业起家的她 能跟第一家庭搭上关系 其实就是靠着她所开的潮州菜的餐厅 我们今天独家访问到的是 扁家人特别钟爱的当时的这位主厨 那么绰号叫做黑仔 黑仔她说扁家人爱吃她的菜 包括陈信瑜文定都是她的外汇包办 只是今天谈起已经认识 二十多年的杜丽萍最近碰到的风波 那么主厨哽咽地说 希望杜丽萍能够好好地保重自己 就是这一首潮州菜好手艺 让黑仔师傅征服政商名流的胃 外传元大证券董事杜丽萍能以药商界 甚至和扁家亲线 幕后的关键就是好手艺的黑仔 信瑜的婚姻也是你有帮忙的 是我的外汇 有有有以前我在帮她做那个爱卫 她订分的时候我帮她做的 夫妍没参加 弄比较浓味一点都可以介绍 夫妍要参加东西都比较清淡 凡之过就有记忆靠着敏锐的观察力 让政商名流放心把宴会交给她办 我不能很多事情不能讲太多了 为什么不能讲太多 不能讲太多 有些话不能说黑仔欲言又止 在政商名流界打转 黑仔笑说自己只是在打工 其他政治都不管 和扁和政治保持界限以策安全 准备今晚这人曾蔡莫珍 台报导 混跟转会 人类杰